本期大灣團美食地圖繼續發掘美味 來珠江新城,品嘗誠意滿滿的月色火鍋 新的咀嚼,花其心湯底辣 再去到北京路,感受精緻日妙 這個好就好,宛泉師傅立即做的 還可以跟著安理穿街走行 享享私房靚雞煲 這塊雞簡直是優秀 更多美味,盡在珠江貧獨 全民享受世界 乖乖,很想去澳門吃的食物 真的很想念澳門的食物 你這樣說起來,我們真的沒試過 去澳門拍美食節 對,為甚麼呢 對,為甚麼呢 又要我想辦法了 是,沒問題 你看得起我,一定想到給你 我朋友多,今天帶你們去吃火鍋 而且那裡還要看到廣州塔 很押韻,你的朋友多 帶我們去吃火鍋 有得吃餐 今天來到這個一哥豆撈 歡迎我們的曼山,老闆 歡迎 歡迎曼山 曼山,我們來到這個一哥豆撈 最推薦給我們觀眾吃甚麼呢 豆撈,打火鍋其實可以很多元化 我們這裡可以沒甚麼限制 我們這裡最有名的就是番茄牛肥湯底 很多人都…不用再說,很多人都知道 今年比較特別,有些新的咀嚼 花旗參湯底打火鍋 就是這個? 對,沒錯 寶如,這個花旗參 新鮮滑的花旗參 是在陝西樓伯苑拉回來 不說,你以為是老闆 1800公里,不是騙你,真的 這個新鮮的花旗參 我這個時候就替阿龜爺聞一句 會否很貴,你知道你又… 因為我們去過挖角 你挖角的? 挖角的 謝謝你 這條就是你那天挖角的 不是… 實際上,這些頂級藥材 我們廣東人很喜歡藥膳 頂級藥膳,用來打火鍋來說 我覺得馬上坐下時還沒吃 又有一種奢華的感覺 有些鮮氣,你馬上吸進去 就是… 是否吸一吸,輸雞無樂呢 就是這個這麼豪華的陣營 花旗參底還有甚麼呢? 還有一個… 雞… 這是泡了雞的,120天的桑龍雞 是吃桑月的,肉會比較香 即是一坐下的湯底的陣營 就這麼豐富了 花旗參浸雞 花旗參有很多傳統人士會覺得 會否跟人參一樣比較燥熱 其實是兩件事 是,花旗參裡面會有清熱 提高人的抵抗力等效果 我又想嘗嘗這個雞 這個是120天的 是,因為浸雞… 當然是放湯浸雞 我們都因過 養得太久也不行 肉會硬 養的日子太淺,肉又會上 我們試過很多90天 120天,160天 我們試過很多不同的日子 會選擇這隻,就會相當合適 很彈牙、爽口 豆撈這裡做得很細心 它有一塊小牌在鍋邊提醒你 三分鐘就關火 先吃雞、喝湯,然後再加其他東西 這個基礎已經相當之好 我對這碗海鮮很感興趣 我看到它的表面有些很厚的花膠 這個鮑魚很大 還在動… 還在動,你看 等了你很久 它還在動,你看看 看上去真的不像便宜 對,這個會不會很… 這碗魚不用三位數嗎 不用…兩位數而已 兩位數可以嗎 兩位數 這麼大的鮑魚 這碗魚兩位數 不要做 100元也不用嗎 不用… 很大的鮑魚 我覺得這碗鮑魚很搭配剛才的 XO醬的醬汁 真是海鮮、海黃汁是一絕的 這樣攪拌一下 我看到有杏子 還有花膠 杏子很厚 很厚 還有這個… 這個是不是帶子 帶子… 對,是King Size的帶子 我們希望可以實為少許的價錢 我們關注在貨的周轉 它流轉越高、越新鮮 其實是大家的感受都更好 在我面前,這個喜債雪花很吸引 這是甚麼 你絕對猜不到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你給三個選擇 不,首先我想知道是牛還是豬 不,再加一個選擇 豬… 豬肉這麼漂亮嗎 我們第一次看到這個食物 我們也被它騙了 我們不論看它的樣子 雪花和放進嘴裡 我們都覺得好像是雪花牛 是嗎 但吃起來其實是豬 只不過我們用了一個 算是最高級的西班牙豬肉 豬肉 是 這個豬的質感 油脂分泌 口感很滑亂 你不會覺得自己在吃豬肉 這個是… 這是牛肉粒 牛肉粒和牛肉 牛小排 牛小排 是最好吃的部位 最好吃的部位 對 牛小排 這是牛肉 我吃過牛肉粒 牛肉粒也吃了 我看到前面的蝦碗嗎 沒錯,手打蝦碗 那裡有隻蝦碗 有隻蝦 這個真是… 說真的,蝦碗很多是外購的 我們這個牌子15年了 15年來都一直是自己剝蝦來做蝦碗 這些精神真是… 不能夠用凍蝦人 這邊這個呢 這隻是橙皮的麥魚魚 麥魚肉裡有一點海洋的香鮮味 我發覺用橙皮很選擇 還有可以把一些鮮味調出來 吃起來也比較清新 這個是加了少許檸檬葉的鯪魚 鯪魚丸,鯪魚丸 鯪魚丸,鯪魚丸 對,鯪魚丸… 其實大家也知道 其實冬天反而是最好吃的 一到夏天就不好吃 所以我們也是這兩個月 經常會把這個質素 做得更好一點的食物 所以大家想吃的話 就馬上拿過來 沒錯,過兩月可能我也吃了 沒有這兩月的食物 老實說,我還沒放進口 但剛剛夾了一手 已經知道要打硬的 鯪魚丸,有沒有喝過這個 他們自己煮的竹蔗馬蹄毛巾 自己煮? 一問,又是那一句 你真的快點過來 遲些又是沒有 又怎麼又是… 問你說好東西也這麼快就沒有 其實每個季節有自己適合的東西 這個季節的食材是好的,我們會用它 這個竹蔗馬蹄水 其實主要是竹蔗 竹蔗過清明節,二歲一多 竹蔗汁就比較差 所以其實最好都是這兩個月 原來這個是… 這個是豬板筋 豬板筋… 解釋一下 豬板筋就是… 我們買豬扒的豬脊柳 外面那層筋膜 筋膜 如果你吃豬扒沒有起那層筋膜 就會硬的黏牙 這個大概有六多多 這個三分鐘左右 三分鐘… 因為它有坎上口 我們回來就統一改到 它的口角是一致的 而且不用煮太久 剛才我問了一下曼先生 八了一下 我就以桌面為例 多少錢賣單 如果你答中了 我們倆多請你一頓 是嗎 如果你答錯了 你請我們一頓 一頓 也算是 給你選擇 是 500、600、800 800當然是 500、600是哪個可以的 不行 該他請吧 有鮑魚、蝦滑 人心雞湯底 還有牛肩脂 你這個答案 充分顯示出你出來吃飯 真的不用你結帳 鍾Sir過來了 但坦白說,當曼先生說 五字頭賣一賭單時 我還多一句口問 一句說是否還沒計服務費 沒有服務費 其實坦白說 就算我們四個人過來吃也很飽 飽… 這麼飽 對,夠的 這個蝦滑一絕 你吃到裡面有隻蝦嗎 有,很沙漠 在我口裡吃了 有蝦 是豬頑筋 第一次吃豬頑筋 下鎖聲 你是很輕易 就可以拿牙齒咬斷 是 寶兒,滿足嗎?這餐 一杯這個結尾真的很棒 這個水… 這個竹蔗水真是一絕 謝謝馬上,謝謝… 阿尼哥,很飽、很滿足 有甚麼可能?不僅僅是你,寶兒 不… 他絕對是客氣說話 是嗎 他的意思是說 還沒夠猴 還有否有美好的推薦給他 想吃甚麼 不是的 不要令家庭觀眾和大家覺得 我好像很難照顧 這件事不用考慮 大家都這樣認為 你說別的願望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大吃 我覺得今天… 不如吃一天了,吃一天了 有要求 不吃一天了,要命 說到日本的話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到這裡 康明廣場的頂樓 俗稱康明頂 頂樓? 我有一個朋友在這裡 開了一間很隱蔽的日本餐廳 一起去嘗嘗 日本餐廳在康明頂? 是呀,走吧 按照他 又要去吧 這麼重溫? chnitt 靈 在這間餐廳,來我們的雲殼 最推薦是甚麼菜式 左邊的菜式是我們的主打 叫做雲殼壽司拼本 裡面分別含有魚、蝦、貝 以及我們的江湖前肉籽 也有我們的海膽 所以它的呈現模式比較均勻 右邊的這款是藍旗的金槍魚 所有的部位都在裡面 例如赤身、中拖、大肥 還有小卷、夾子菜 小卷的風味會更強 這個好就好在你坐下 是 板泉,師傅立刻做的 最真摯 最直觀的就是我們享受這道菜式 你說三個你喜歡這道壽司的原因 例如剛才我聽到新鮮 第二個是你吃得出師傅的心思 每一樣東西的刀法、力度 其實是不一樣的 10塊壽司可能有10種的力度 在裡面 對 這不是說出來那麼神奇 你吃得出,快點嘗嘗 我開始有一個清晰的概念 讓我先嘗嘗最厲害的 來…嘗嘗 大拖的顏色 其實它的口感非常豐富 但吃完會很有罪感 現在我在旁邊已經看到很清楚 那些油脂的花紋 是… 那我就一口泥,一點點 龜爺,你也來了,別嚇我了 先大拖吧 大拖嗎 入口的吧 壽司的天花板 小小粒,你每一口就剛好一口 標準是十克飯的 我們師傅也會按照標準訓練 剛才我放大拖的大拖 它居然在你的口中 有一種融化的感覺 對,入口式化 所以我喜歡來這裡吃壽司 因為它給你一種生命感 它好像還會動 試試這個 龜爺,你再試試這個 不能做 跳絲芥末 為何壽司的飯 都可以在嘴裡溶化的感覺 你看,你現在吃了這個壽司 你是否覺得… 龜爺,我打開給你看看 你看它的飯 它的顏色不是純白色 對,它拌飯的時候 已經放了底味 其實我們點醬油 醬油是點刺身的 對 吃壽司是完全不需要 你吃完一塊,一片薑… 整個變化十多種感覺 整個海洋 這種感覺很舒服 你有感覺嗎 吃了整個海洋 中多可以試試 中多沒有大多感肥膩 它是赤身和拖鑼的交界位 我想現在試試這塊 是甚麼肉 金槍魚的赤身 我們用到天生位 即是赤身中最漂亮的部位 好,讓我先嘗嘗海膽 你最愛你 這也是我最愛的 這是直接吃的 不用芥末,甚麼都不用 要少許芥末放在面上 好 就不用怎麼嘗嘗 還有,吃下去 有點像吃蛋糕的鬆軟 你說起吃蛋糕的鬆軟 龜爺,你一定要嘗嘗這個 這是甚麼 這是肉脂,其實就是煎蛋 煎蛋? 但是很多都是用半城版家 很多餐廳 但這裡是完全手工自己做的 所以顏色也不同 你不介紹 我覺得是我們廣東點心鬆高 因為它壽司拼盤 最後日本人也覺得吃點甜 甜的 最後會比較愉悅的感覺 可以清潔口腔 我剛才吃的海膽是日本海膽還是… 這是我們祖國大連的海膽味 很鮮甜 我覺得它的海膽… 剛才好像阿倫哥教我的方法 把芥末放在上面 又不會搶掉海膽的味道 整個口感很融化,很濃 原來吃好的日式料理 你不用一堆芥末 Andy,接下來我們這是甚麼 這是天婦羅的蝦 我們是用黑虎蝦做的 黑虎蝦有甚麼特點 爽口大眼 你看到它… 這是半隻 這是半隻? 對,它切開了 半隻這麼大 油炸鬼炸開也很大 這個蝦不得了 因為我過去吃蝦蝦,蝦蝦夠熟 爆汁 我聽到有汁 我在旁邊也聽到它咬得熟 天婦羅漿很優秀 是否自己特別調光 還是師傅經過他們多年的驗責 他按比例調配 我覺得Andy有兩個特點 第一,色自如今 第二,說實際 他也沒有說蝦是他的樣子 這是甚麼 鹽烤銀雪魚 銀雪魚 他為甚麼看上去 根本不像魚的橫折面 是銀雪魚 銀雪魚是白色的 很白色 對… 看到這裡的皮就看到是魚 你以為是雪梨嗎 對…很漂亮 遠遠看過去 我以為是甚麼甜品 好,先試魚 日本菜的擺盤真的很好看 我感覺到它是很簡單的 沒有加甚麼 應該加了少許海鹽和胡椒 就沒有了 就這麼簡單 因為食材夠新鮮 就這樣煎一煎就很好吃 這個真棒 因為它是經過表面 我們烤製的時候 高溫會鎖住醬汁 外面比較焦 裡面其實也是很暖的 因為魚本身的含油脂量很高 所以… 但如果你說溫度不夠高 它烤的話油會停止 所以封不住 封不住 它就沒有了那股… 你剛吃下去的那股滋味 甚麼是這個目標呢 這個刺身拼本裡面的一塊 即是紅色的魚身 對 魚肉… 我知道 鮭魚,試一塊 這個呢 它拿火炙… 先燒一下魚皮 它辣了一下魚皮 魚肉還是刺身 對… 還是生的 這個就要加少許醬油 這個就要加少許醬油 那這個其實也是魚生 是魚生 這個製作不是純魚生的魚片 是辣辣的… 煉皮的魚生 煉皮的,即是煉皮 其實很少吃到… 你有一點芥蘭 很少吃到煉皮 我通常都是… 又不是左右的魚也可以這樣做 這些魚一定要煉皮 因為這樣會有它的風味 有些魚皮很硬,一定要去釣 這些不需要 是可以咀嚼就可以了 真的會多花神 對,吃壽司這裡會多花神 其實經常聽到刺身 首先把魚剃了,片兩片 這樣捏頭髮 原來它有很多學問在裡面 我個人覺得除了雲殼、拼盤 而且我覺得刺身拼盤也值得嘗 因為有這個尺背,很優秀 剛才你給我吃的魚 那麼少 很棒,我看到裡面還有一個拖羅 這個拼盤也不錯 也有三文魚 還有這個金槍魚 還有這個帶子 還有一隻大蝦 我個人很喜歡吃牛里和韌雪魚 是 我始終覺得有些熱烈烈的東西 放下肚子才叫吃得飽 我們這個牛里跟有些店不同 有些店是整個橫切面 我們單單是拿牛的芯 想不到會隱藏在江門廣場九樓 有一間這麼棒的日本壽司 我帶了你來江明頂嗎 廣州安里哥認為壽司的天花 反正是麗魂鶴 好嗎?太好了 下次來,上 上… 上江明頂 是 鮑里哥,你是不是要我最近和你吃東西 吃得你的荷包乾了 叫我帶你吃飯,會來這樣的 你們不知道 吃飯,要吃好東西 當然要來這些地方 肥貓貓私房菜 你已經看到了嗎 對 店舖看到了,那掌門人呢 肥媽 在這裡 肥媽 你是肥媽媽,你好 你好… 你好,肥媽 謝謝… 這裡就是你的地頭 也算是 是嗎 當時為何會選到這裡 這裡可以做到 等於家庭式小菜 這裡不會有煙沾滾滾 我不喜歡馬路邊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新鮮的東西 我可以做到新鮮的東西 一見肥媽媽,我覺得特別親切 我內心衝動著一種 想跟她結拜的暗湧 不用說話,今晚是我的 我知道我現在準備了 你快進去廚房準備一下 這些公仔值得請 帶著我們過來 先參觀一下,好嗎 好 對,好 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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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農曆葉很適合 農曆葉有甚麼好處? 這些是農曆葉,是嗎 對 這是雪梨嗎 對,沒錯 因為這樣配合,湯底不會有藥材的味道 削除了藥材的味道 然後有止咳、潤肺 然後後腔肺陽、滋氣管炎 非常好 這個適合阿寶的? 是 很適合你 吃多一點就越來越甜 你真是吃多一點 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 那你真的要怎麼打招牠 當時說這個秋濕雞也挺適合牠的 秋濕雞… 你記得,我們過來吃東西 你過來是治療的 秋濕雞 你真是認真一點,整鍋都砍掉 秋濕雞,一聽我的名字 老實說,我住舊東山 我也想專程乘巴士過來試試 秋濕雞 這個名字真的很特別 這個名字 秋濕雞,我是用去濕原材料 用大石膜磨滴漿的 秋濕雞就抽我們的濕氣了 但是怎樣做到 它的原材料有淮山 還有銷石 銷石 淮山 還有雲苓之類很多東西 不只是一類的 聽到廣東人在家裡煲湯 都會用的,這些許濕料 對 喝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不像是一個湯底 更像是一個筋 有筋結一點 是濃稠的 很濃稠的 但是現在肥媽將它磨成粉 磨成漿 你不能用嗎 對… 用大石膜做腸粉的大石膜磨成漿 我來這裡一定是第一個 這個雞…我第一口拍下去的時候 看樣子是否平平無奇 但是…這個雞爽脆得… 你不覺得自己在吃雞 好像在吃QQ糖 就是因為肥媽媽 你是浸熟的雞,對嗎 對 這鍋很棒 有香味嗎 嘗嘗吧 這個看上去就是啫雞 對,但它是乾壁的做法 乾壁有甚麼要說 這裡最划算是它上炭腦 我們在市區哪裡找到這些 對…這才有香味 這塊雞簡直是優秀 看樣子,它不會太肥 而且有一點油脂 我最喜歡甚麼呢 雞皮 是嗎 就是起釘的雞皮 這個日子是多久的 有180天 水煮180天 這些夠老身、夠時間 是嗎 雞巷一樣,線雞也一樣 有這樣的時間 還有這個煎餅 這個 肥媽媽,你說以前六、七十年代 廣州的懷舊點心 也可以這麼說 我小時候真的沒見過 不過老實說,不要以我為準 因為我小時候 我媽媽不讓我吃零食 當然了,你經常吃的包心翅頭 這些被人看得上眼 對,大家一起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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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大家一起嘗嘗嘗嘗嘗 其實肥媽媽糾正我 不是叫餅,而是叫薄脆 是薄餐的朋友 應該也是這樣算 很好吃… 我媽媽餓了一點,沒那麼好吃 不對… 真的很好吃 這個有一點… 有陣糖漿 有花生碎,灑在表面 是,而且它一層一層煎 我覺得有小時候的味道 小時候過年吃到的味道 花生碎 現在吃得出媽媽的味道 這些吃得出有心思 我發覺現在還有一煲雞 是完全沒動過的 煲面水淨何飛 放在這裡,我一直都不說 為甚麼 因為它放在我面前 那些香味不得了 我聞久一點才告訴你們 很香 肥媽媽也是很有心思 是 椰黃針雞 把椰子全部磨碎 打碎了,用椰子 是用椰黃,不是用椰子 有甚麼不同 椰黃和椰子的區別就是… 黃柚蟹和高蟹的分別 也可以是這樣 黃柚蟹是天中解一 高蟹隨便都有高蟹 一隻椰黃,大概街市賣多少錢 價錢的 椰黃也要幾十元一斤 斷斷,不是斷斷 那當然很貴 有幾元一斤雞,可以喝到椰子 這個湯給你們嘗嘗 椰黃雞可以紫咳 潤桂 包括最重要,好像美女一樣 越喝越漂亮 越喝越滑,對嗎 你還未到… 仙女可以到仙女嗎 是嗎?我還未到仙女嗎 可以再有進步 這個白色的椰汁 很濃 如果喜歡椰汁,喜歡椰子味 一定要必試 真的濃郁到不得了 椰子愛貴,只要在天上 那些雞就吸收椰子味 我剛剛想說不夠試一下 拿椰黃浸出來的雞 你看的橫字面白雪雪,你看 兩個真的…兩個都白雪雪的 吃完就白雪雪 我先嘗嘗 這隻充滿椰子味的雞 咬的時候還未開始咀嚼 那種椰黃味已經很濃 不過是,所有東西都沒有放味 這個湯是連鹽都沒有的 沒有鹽的… 但沒有鹽就很好喝了 不用加鹽 它有一種尊嚴 吃得很有尊嚴,這隻雞很好吃 其實我覺得肥媽對於我們的女生… 很細心 對,很體貼 根據一年四季,不同的季節 去煮湯給你補一補身 我真的覺得是 作為食肆經營者來說 你說體貼很準確 你又怎樣說 帶自己的女朋友、老婆過來的時候 最重要是她能吃得吃 是… 有效的是後話 最重要是她那一剎 她不起來的時候 你家裡的女人已經吃得寶儀 你馬上覺得男人的壓力 小了多少,對吧 這裡總共是一隻雞還是兩隻雞 雞四尾吧 這裡是一雞四尾嗎 現在這裡是一雞四尾 正常來說,我們做的就是一雞兩尾 四尾而言,我只不過… 這裡是兩隻雞 是,通常來吃一雞兩尾 就會建議她一個湯和一個雞煲 是 你媽媽,不好意思 提外話,我不知道為何生她的樣子 不是很富豪 經常她兩個怕我不夠剪比 你又當眾說一說 如果今晚的樣子,有幾支麻煩 就以桌面放下的為例 如果是一雞兩吃 鮮雞的話就很簡單 就228元 即是230元左右就可以購買 購買 但如果是兩隻雞 加起來都是四百多元 很划算 划算 鮮雞其實我們兩個男人都吃不完 吃不完 鮮雞一般有多少斤 四五斤重 七斤左右 大了 一隻雞七斤? 我還沒見過七斤的雞 如果大家喜歡吃雞的愛好者 又喜歡吃尿藥線的話 一定要來給媽媽打卡 我已經很意外,沒錯 廣東人說吃雞一定喜歡 但加加戶自己也懂得做 我自己也懂得做幾款 安理哥說是第一人做抽濕雞的市組 真的需要來拜一拜會 所以大家喜歡吃雞 或者覺得想吃藥線 就一定要來支持一下 好,謝謝媽媽…